最近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开启了 应该是卫星导航定位吸道 而且是直接将自己的航迹划出了一个圈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中国拿出自己的航行航迹图 用它作为证据可以宣示自己在钓鱼岛主权 以前是关机的 现在看用这个证明 自己实际已经控制钓鱼岛 咱们说对钓鱼岛12海里内航行巡航连续一周左右 这种情况在之前是非常罕念的 对于中国的自己领土 岛礁岛屿包括海域固定式连续航行 这是一种自己主权范围内的 很显然中国用这个行动 其实在向世界拿出一个证据 这个航迹图就是一个证据 就是我国 中国的主权完整 就是由我们的海警船在画地图来确定的 这个海权确定 其实很简单 也很简单 就是你的船能到哪 有航迹图就可以 日本一直声称说这个是它的 但是它现在拿不出它的航迹图 它到现在也没有去绕 咱们对钓鱼岛连续巡航 其实日本媒体也关注了 日本的独卖新闻就说 日本海上保安厅 所谓消息人说 从23年的3月之后 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 以及连续水域航行的时候 已经启动了船上的船舶识别系统 就是咱们讲的 已经打开定位 AIS系统 日本人特别注意这点 他说这个首先就是日本媒体 连续水域 只不过其实是他说的 所谓的领海外22公里范围 这种概念不被中国和世界认可的 日本的相关媒体还引了比较关注的 说中国海警从18年之后在这海域 几乎没有使用过这个AIS系统 就没打开过定位 现在突然打开 实际上对于日本来说 是非常敏感的 因为咱们的船只打开这个系统定位 这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追踪平台就直接看到你了 那就是所有人可以截图 你的航迹就截图 中国就是要给所有全世界 要他们截图 证明我是实实在在控制钓鱼岛 之前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没开这个AIS 也就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岛 到底是谁在那绕 咱们说有人查的时候就打开这个航迹图就能看到 就是中国海警在相关活动 这个其实呢 因为日本海警宝船没有打开这个AIS 估计上级没有让它打开 因为这是直接证据啊 换句说中国和日本未来打官司的直接证据 很显然中国现在明显占的力 日本如果是敢开它这航迹图 敢打定位 那很显然这个图咱们只要截下来就可以告日本 没跑啊 日本现在被动了 主要是因为日本海报船在这份水域啊 有时候会主动啊 对自己的航向轨迹性规避的啊 就不使用这个AIS系统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曝光了自己行动啊 这套系统在中国海警面前 尤其日本现在海警实力非常弱啊 在中国海警面前 它一般都是这个 暴头鼠窜啊 咱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它是暴头鼠窜 这时候让全世界看个笑话嘛 它一般都不开 因为它太弱啊 它一般不开机啊 就是它不知道它怎么跑 外边也不知道怎么跑 所以长期它就搞这个 它现在一直都是面对中国海警强大实力 就是撩啊 跑啊 被人追啊 你说被追者 它敢开地图吗 它不敢呢 这种长期给人一种印象就是 这片海域执法的航行就是中国海警船 日本海报厅的船没有出现过 因为它不开这个AS型 日本媒体啊 现在认为中国海警这个操作实际就是向世界宣告了 中国已经实际支配钓鱼岛 没毛病啊 中国就是要告诉世界 这个海警船现在不仅要对钓鱼岛 还有相关海警正常训练 而且主动打开传播定位系统 这种做法完全是大大方方在告诉全世界 在自家领海航行 对自己的岛屿军航行 再正常不过 没有必要搞什么偷偷摸摸地关这个岛 对日本来说呢 它现在面临太多困境了 因为它做的心虚啊 而且被人追着碾 这东西开机就被人立刻知道自己窜逃的狼狈样子 他根本就不敢开定位 咱们这期一条明白 日本人是压根不敢开定位的 实际上这种情况日本媒体也是举了例子 他现在呢 给的图全是中国的 因为这个中国海警船开 开飞定位 20号到21号 当时这个中国在钓鱼岛就 直接出动海警的1302 1302建航向轨迹 非常明白 明白明白 从图中可以看出 这艘海警船正在驱赶日本渔船 估计日本渔船是开了这个导航的 在这个图上没有看到日本海警 全程是没有发现任何日本海上保安厅 它的船舶的航计 也说单从这个信号图中可以看出 中国海船 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 正常执法 没有日本人 日本人不敢开 开了以后这就证据 就侵犯中国主权的直接证据 你看日本人 咱们说他是个偷 他是个咱们说喜欢偷袭 这是一贯 所以这种人是绝不敢 正大光明的干一事 从这个国际势力介入这种角度看 中国有足够的证据拿出航行图 证明这片海域是自己的执法区 这个航行图就是 那自己领海 对吧 那就是我的航行图拿出来 这是我领海 我航行过 日本根本就出具不了这证据 因为他不敢开机 他的航行图拿不出来 而且中国海警会趋于他 让他做不了这个绕 那 钓鱼岛十二海里的这种动作 那日本都拿不来你的 这个航行图 那就咱们说海权 其实就是你的船 理论上讲 这个日本 基本就没有这个 控制权了 很显然 他石控权在 钓鱼岛石控权在中国手里 这个实际上的日本也意识到这点 中国石控力度非常大 日本的渔船现在基本上很少在钓鱼岛附近能出现 日本渔民知道 就是他去肯定就被中国海警驱赶 而且呢 开这个定位是吧 这个所有狼狼样子全被记录在那张图上 那你想想这以后 对吧 网友一查 这太丢人了 日本海宝厅呢 也没有实力能保障啊 他们这个渔船的啊 所有的这个航机安全 那从渔民的实际状况看啊 中国的啊 一点一点的把钓鱼岛的主权 海权收回 对吧 咱们说现在啊 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稳啊 非常好 日本拿不出这个钓鱼岛的航行图 12海里以内的航行图 中国能拿出来 这个直接证据就证明中国失控 所以只要时间啊 在咱们这边 咱们的制海权啊 拿到 那后续 钓鱼岛是谁的啊 就是中国的 日本声称是他的没有用 实控权就在中国手里 这我再补充一句啊 上一期咱们谈到中国的副总参谋长在日本 提到了琉球独立啊 北海道独立 而且讲了琉球是中华文明圈的 这句话其实啊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呢 你日本啊 就不是中华文化圈的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琉球是你日本不是 我为什么提到这点呢 咱们说现在世界格局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呀 都在找自己的圈啊 你看这个 对吧 中华文化圈当然自己的了 但是你想想这个日本人其实挺尴尬啊 东亚又混不进去啊 他拖鸭入欧其实他明白自己哪都混不上 他想抱美国大腿想要跑欧美那圈啊 人家也不带着 所以他现在只能舔舔着脸跑到一万公里外混美国那个圈 欧美那个圈了 其实咱们要讲啊 日本不是中华文明圈 咱们副总参谋上讲这句话 其实非常重要一点 你不是我们这个圈了 中华文明圈了 你日本啊 现在你是哪个圈了 其实挺可怜日本人啊 你自己先要想明白 你到底是哪个圈了 解 fact 好 心 我 money 别 没 他 混